从一打到五只是一种夸张的玩笑 而詹姆斯却真正做到了 而且还做得很不错 即便是能从一打到五 但在五个位置上的表现总有差异 老詹更适合打哪个位置呢 空位其实在热祸时期 詹姆斯就开始尝试打空位了 并不是因为查尔莫斯不够好 而是他持球能让热祸变得更好 球在他手中的时候 对手不得不收缩防线 此时既可以强攻 又能分球给维德波神 如果对手派人盯防抢断 就会被一步过掉 看着老詹轻松得分 而如果让查尔莫斯持球 三巨头之间很难产生化学反应 之前的胡人没有三巨头 但为了减少消耗 詹姆斯依旧选择打空位 毕竟他已经超过35岁了 打一号位可以随时调整休息 基于超高的球商和出众的传球视野 詹姆斯在一号位上打得风生水起 2020年还加冕助攻王 分位小前锋詹姆斯的职业生涯 就是从封位摇摆人开始的 这期间他斩获了得风王MVP 成为了篮球皇帝联盟第一小前锋 詹姆斯几乎具备封位摇摆人所需要的一切 他技术全面 身体素质超绝 移动速度也是一流 完全就是为这个位置而生 和普通的封位摇摆人相比 詹姆斯的传球能力更强 骑士时期即便是有欧文 也能场军8.7次助攻 他能把进攻端的作用发挥到极致 这也是他们能从勇士手中抢走总冠军的根本原因 大前锋以老詹的身体素质来看 打4号位是没一点问题的 只是以超级巨星的身份 干篮领的工作太掉价 也难以发挥出他进攻端的作用 但老詹并不在乎 只要能夺冠 一切都值得 热祸17球队中没有可靠的中锋 斯波尔斯特拉选择让瘦弱的波神来顶 很多时候都防不住人 所以只好让老詹帮忙 这种做法一直持续了两年 直到安德森加入詹姆斯才做回了自己 在此期间他成功收获了FMVP 本赛季农美打中锋 詹姆斯也曾客串过4号位 那时候胡人的内线防守强度还是可以的 中锋以传统眼光来看 让2米06的詹姆斯打5号位并不合适 但这是小球时代 对中锋升高要求并不高 老詹打中锋灵活性点满 没有哪名后卫能从他身边绕过 但身体对抗性差了点意思 遇到大中锋会打的比较困难 好在这样的球员目前并不多 更重要的一点是 老詹打中锋能完美消除他与威少的位置冲突 这几乎是胡人困境的最优解 而且这期间他的数据也不错 一点都不比打3号位差 从个人角度来看 詹姆斯可以完美适应1到5号位 数据不会有大的波动 但具体更适合打哪个位置 还要看球队的环境 毕竟篮球是一种团队游戏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